最近在叙利亚战场上面,俄罗斯和美军直面对敌了,这可以说是军事界的最大看点了。 毕竟美军和俄罗斯军方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,都是目前世界上数一数二的,因此两个国家的对决,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期待,没想到这次的对决却如此轻松便结束了,而且是俄罗斯的战斗机惨败,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 原因是俄罗斯的五代机,研究的并不彻底,比起美国的五代机性能相差太多,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打脸了,在这一场战争上面也再次看到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。 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目前已经是很多国家所不能追赶的,可能在十年甚至越二十年之内都是一个只能仰望的存在。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俄罗斯决定和中国一起协作,不得不说俄罗斯的这个选择非常正确的,毕竟现在在国际上除了俄罗斯,能够和美国叫板一番的也就只有中国了。 然而中国目前实力也依然有待改进,但是中国最大的好处便在于它的发展非常的快,它的发展速度是现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了,就连美国都没有办法。 中国和俄罗斯分别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,中国这几年更是研究出了非常强大的电子黑科技技术。 电子技术分为两种,一种是弹射技术一种是阻拦技术,这两种技术不管是哪一种都是国际尖端技术,本来叙利亚战场上面作为正攻的叙利亚,这次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,也可以理解,毕竟世界上目前对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军事,实在是有太多好奇了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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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